由黃牧師分享到,在大復興誕生的同時 神將會帶領石安教會進行更多有關逃避災難的演習 戒時甚至可能已經不是演習,而是直接因求傳而避災 當大復興臨到,我們可以想像世界各地必然會發生眾多災難 不單在現時更多,甚至其級數也會越來越接近啟示六四馬和七印的幅度 因為,戒時Planet X必定已經非常接近地球 甚至已經出現在天上,世上所有人都可以憑肉眼看見可怕的Planet X 人終於會驚覺,世界末日已經臨到,並急於尋找永生的答案 這個時候,全世界都會得知,唯有石安教會擁有唯一的答案 並且在十多年前,早已值2012榮耀盼望信息,遇過Planet X的真相 因此,大量人會蜂擁至香港石安教會朝聖,因而出現大復興 然而,皆時面對全世界,數以億計無名來朝聖的人群 我們又會不會如以往歷史上的基督教復興一樣 以每日由早到晚舉行大量聚會的方式應付呢? 當然,那個時候石安教會必然會定期舉行一些大型聚會 來滿足會眾的需要 但是,我們卻不會重返以往復興的錯誤 一星期七日,無憂子地日以繼夜聚會 令教會內的侍奉者,因龐大的工作和侍奉而銷毀 相反,石安教會會繼續應用神帶領我們發展的網絡 Web 2.0,甚至Web 3.0的軟件平台 服侍這些希望參與復興的朝聖者 一方面,教會內部會繼續使用Sync Calling 與擁有正式會員身份的肢體,作無間斷的溝通 事實上,早於2004年,開始石安日報網站的時候 神以著手帶領我們以網絡來分享信息 溝通、跟進和侍奉 就如現今的石安教會,在所謂新冠疫情的限聚令下 我們都是以Youtube、SyncDaily.com、Sync Calling、Zoom等網絡平台 維持教會的日常運作 而另一方面,對於外部希望參與復興的奔嚇而言 我們將會透過其他網絡溝通平台 來服侍這些朝聖者,滿足他們各方面的需要 例如,我們可以將2012信息,上載至Youtube 讓他們可以同步得到神會星期最新的時代信息 此外,如果他們需要得到信仰上的跟進 我們亦可以安排他們加入一些WhatsApp或者WeChat等群組 甚至其他個人平台,讓更進員藉著這些平台去幫助他們 解決他們在信仰上,甚至個人生活上所遇到的問題 即使需要舉行大型神職醫治聚會 我們亦不會如以往的復興一樣 為了滿足上百萬計的人群需要 因而日復日,月復月地不停聚會 因為,現今是這個網絡Web 3.0的時代 直播和互動會議等大行祈禱 我們可以透過網絡直播 將聚會的現場實況,傳送至西上任何一個角落 讓有需要得著醫治的人,可以直著觀看網上直播 同樣得著神的醫治和恩告 甚至,當他們需要個別恩賜運作 我們亦可以直著互動群組會議軟件 例如zoom,google meet,或者騰訊會議等 即使為不同人作診斷式恩賜運作 讓每位參與者都可以聽到神對他們個別的說話 經歷神的真實 所以,現今因為限聚令 令錫安教會全面性被迫提早進入網絡聚會 私奉和商交 其實,這是一個初刑 是神給予我們的一個實習機會 讓他們提早全面試用網絡來預備將來的大復興 當大復興真正臨到的時候 我們亦可以將網絡web3.0的模式無限擴展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以網絡方式 跟進和幫助大量初訊和朝聖者 屆時,每位初階門徒甚至評訊圖 可能都要用網絡每日跟進和輔導100人 甚至1000人 而錫安的領袖更可以透過網絡 間接或直接幫助數以萬計的人群 即著這種轉變 我們就能夠絕絕有餘地應付這個大復興 不會如以往的復興一樣 去應付大量人群 因而每日以繼夜聚會 最後,無論身體、性格或道德 都全面崩潰和消毀 在群眾前失見證 令復興無以為計,失敗告終 相反 現時我們有了網絡平台這個工具 再加上錫安過去35年所累積 過萬篇極為濃縮和精彩的訊息和教導 其實 我們已經不需要個別跟進每一位初訊 亦不需要每日為他們舉行聚會 以此維持復興的勢頭 因為 我們已經有更好的渠道和方法 與弟兄姊妹互動溝通 循序漸進這樣 使他們的信仰能夠極速成長 事實上 我們擁有的信仰資源 已經多到一個程度 任何人用盡他們的一生 都不可能學完 更黃論是將所學的真理 實踐在人生中 例如 石安教會上載至石安日報 sanddaily.com的訊息 不但是每星期最新的2012訊息 及每日最新的災在溪水旁 此外 亦有16年前 由2004年開始的所有訊息 甚至其他舊訊息 例如 主耶穌基督的名次 討告 主討文 天國比喻 加拉泰書 更進行列 摩西詩篇等等 亦以全數上載至蘋果公司 免費提供的網上平台 Broadcast 幫所有人隨時隨地收聽 使用Broadcast的方法如下 1.iPhone或iPad的iOS用家 只需要從App Store下載應用程式 Apple Broadcast 下載完成之後 打開Apple Broadcast 於右下角的搜尋頁面 在搜尋一欄中 輸入SoundDaily 這樣 你就能夠找到 石安日報SoundDaily的Broadcast節目 可以隨時隨地地 點選你想收聽的訊息系列 就能夠收聽當中的訊息 2.Windows用家 同樣可以經蘋果公司的Windows版iTunes軟件 收聽訊息 先打開Microsoft Store 搜尋iTunes 進入頁面之後 再按Install 假如Windows 詢問你登陸帳戶或密碼 你可以先行按靠叉 跳過這個步驟 這樣 系統就會自動下載iTunes 之後 選擇執行iTunes 再按同意iTunes軟件的許可協議 這個時候 你在左上角 pop up menu 即是彈出選項中 就可以點選broadcast 如果第一次不成功 可以再按一次broadcast 在以下畫面中 按下方的繼續 再按iTunes Store中的broadcast 再按一次繼續 然後 大家就可以在右上角的搜尋欄中 選擇商店 再輸入SoundDaily 這樣 大家就可以按自己的喜好 在iTunes收聽石安教會的訊息 3.Mac機用家 只需要在下方的dod 打開啟動台 尋找broadcast 打開broadcast之後 就可以在broadcast中搜尋SoundDaily 選擇上廳的訊息 4.Android用家 可以在Play Store裡面 尋找Google Broadcast 下載Google播客 打開Google播客 於探索中輸入SoundDaily 就可以在Android系統中 收聽broadcast內的石安教會訊息